一个所谓的一个空军的一个负责的一个 就是一个北戴河的人 就他一个人 他自己说 他亲眼看到死在他前面人 他过百人 死在哪呢 就是北戴河的当时 所谓的北戴河中央首长的 中央警卫局的一个点 就为了保证毛泽东的北戴河安全 多少人给弄死了 这个这是没有任何报道的 但是你可以看得到很多写的书啊 都会出来 就像当年公安部 大家知道吧 当时谢福智说过一句话 说当时就是长安街上的老公安部地下室 死的人和弄死的人 广弄死的中共的老干部 他说那是几十个 弄死的家人 他说过千都不值 这是为什么公安部重新建设的时候 请来法师道家连坐法师道家 坐了一星期 但凡在北京有头有面都知道 当年公安部重建的时候 这个石头的房子啊 盖的特别高的围墙 很多人不知道咋回事 法师就坐了一星期啊 他们知道作恶 他相信佛他相信道 现在的中央八局 警卫八局 八局就是刘彦平 那个孙立军孟建柱的 就是虐待人 抓人的地方 藏金的地方 还有这个拿狗强奸 这个这个女人的地方啊 那个地下室 就是当年的公安部地下室 现在的公安部地下室 那几层里边 那比地狱还可怕 如果你想找地狱 就是中央警卫八局 和中央公安部地下室 和北戴河中央警卫局地下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